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127集 半块锦帕 杨过听到陆无双说到 李莫愁即将在天罡亮时前来 不由得忧心忡忡 这魔兔武功高强 就算我并未受伤 咱们三个也是都不过他的 还是外甥点灯了 招救 咱们这就留之大吉吧 眼下还有三个时辰 杨兄的坐骑脚力甚好 咱们历时就逃 那魔头未必追得上 傻蛋 你身上有伤能骑马吗 不能骑也只得硬挺啊 总好过落在这魔头手中 咱们 只一匹马 表姐 你陪傻蛋向西逃 我顾不一阵 引他往东追 不 表妹 你陪杨兄 我跟李莫愁并无深仇大约 纵然给他擒住 也不一定要伤我 可是你若落入他手 那可就有得受的了 他冲着我而来 若见我和傻蛋在一起 岂非妄自累了他 表姐妹俩 你一言我一语 互推对方陪伴杨过逃走 杨过听了一会儿 甚是感动 这两位姑娘都是一起干云 飞机之际甘心冒险来救我性命 纵然我给那魔头拿住害死 这一生一世 也不算白火了 傻蛋你倒是说一句 你要我表姐陪你逃呢 还是要我陪啊 你怎么傻蛋长傻蛋短的 也不怕杨兄生气 瞧你对他这般斯文体贴 傻兄定是要你陪的了 陆无双 陆无双把傻蛋改成傻兄 算是个折衷 成英面色白皙 极易脸红 给他一说灯石修的颜若玫瑰 微笑道 人家叫你媳妇可不是吗 你媳妇不陪 那怎么成 这一来可轮到陆无双脸红了 伸出双手去喝他痒 成英转身便逃 煞时小事中一片以你风光 三人倒不是初识 那么害怕担忧了 若要成姑娘陪我逃走 媳妇就有性命之忧 倘若是媳妇陪我 成姑娘也是万分危险 两位姑娘如此相待 时时感激不已 我说还是两位快些避开 让我在这里对付那魔头 我师父与她是师姐妹 她总得有几分相互之情 何况她怕我师父 量她不敢对我如何 不行不行 杨国心想 他二人也定然不肯 弃己而逃 于是朗生道 咱三人结伴而行 当真给那魔头追上时 三人拼一死战 誓死是活 听天由命便是 就是这样 但是那魔头来去如风 三人同行定然给她追上 与其途中激战 不如就在这儿给她来个以义代劳 不错 姐姐会得其门钝甲之术 连那金伦国师上级困住 试炼仙子 未必就能破解 此言一出 三人眼前灯石现出一线光明 那乱石阵是郭夫人布的 我趁势略加变化则可 要我自布一个 却是万万无子大财 咱们还是进人士 以待天命变了 表妹 你来帮我 郭伯母教我阵法变化 仓促之戒 我只记得十来种 只能用来引诱那 生满了旧的铁轮国师入阵 要阻挡这怨天怨地的李莫愁 却是全无用处 这门功夫可是凡难得紧 真要亲属 绝非一年半才之功 程姑娘小小年纪 所学自然及不上郭伯母 她这话想来也并非千词 但她布的阵势 不论如何简陋 总是有剩余无 表姐妹俩拿了铁铲锄头 走出茅舍 绝土搬石布置起来 忙了一个多时辰 隐隐听得远处鸡鸣之声 成莹满头大汗 眼见所布的土镇 与黄蓉乱石镇 实在相差太远 心中暗自难过 郭夫人之才 真是胜我百倍 想一次粗陋土镇 挡住那赤脸魔头 当真是难上加难了 成莹怕表妹和杨过气举 也不明言 陆无双在月光下 见表姐的脸色有异 致她十无把握 从怀中取出了一则抄本 进屋去递给杨过 傻蛋 这就是我师父的五毒秘传 杨过见那本书 风皮烟红如血 心中微微一鳞 我骗她说 这书给该帮抢了去 待会儿 我若给她拿住 定然给她搜出 你好声瞧一遍 气数后就烧毁了吧 陆无双与杨过说话 从来没正正经经 此时想到命在请客 却也没心情再说笑话了 杨过见她神色欺然 点头接过 陆无双又从怀里 取出了一块锦帕 低声道 若你不慎落入那魔头手中 她要害你性命 你就拿出这块锦帕来给她 杨过见得紧怕一面毛边 显示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 袖着的一朵红花 也撕去了一半 不知她是何用意 恶然不接 这是什么 是我托你交给她的 你答应吗 杨过点了点头 接过来放在枕边 陆无双却过来拿起 放入她的怀中 可别让我表姐知道 陆无双突然间闻到 杨过身上一股男子气息 想起观山道上解衣接骨 同枕共踏种种情势 心中一当 向她痴痴地望了一眼 转身出房 杨过见她这一回眸 深情无限 心中椅子砰砰跳动 打开那五毒密传来 看了几夜 记住了赤炼神掌 与冰破银针毒性的结法 两种解药都是极难炼制 但就要今日不死 这两个结法 日后总当有用 忽听茅屋门 压的一声推开 杨过抬起头来 只见成英双甲运红 走近他边 额边都是汗珠 他呼吸微渐急促 杨兄 我在门外所布的土镇 实在太过拙恋 树南挡得住那赤脸仙子 成英说着从怀中取出了一块锦帕 递给了杨过 若是给他冲进屋来 你就拿这块帕子给他吧 杨过见的锦帕也指半边 质地花纹 与陆无双锁给他的一模一样 心下诧异 抬起头来 目光与他相接 灯下淡见他泪眼盈盈 又羞又喜 正带相寻 成英陡然间面红过耳 低声道 记住 千万别让我表妹知道 成英说罢 偏然而出 杨过从怀中取出 鹿无双的半边锦帕 拼在一起 这两个半块 果然原是从一块锦帕撕开的 剑帕子甚旧 白段子一变淡黄 但四只脚上所绣的红花 却仍旧娇艳欲滴 他望着这块破帕 知道中间定有深意 何以他二人各自给他半块呢 何以要他交给李莫愁呢 何以他二人又不欲对方知晓呢 而正怕之际 何以二人均是满脸娇羞呢 杨过坐在床上 呆呆出神 听得远处 鸡声又起 接着 悠悠夜夜的销声便响了起来 想是成英布阵已完 暗销 以书机遇 吹的是一曲流波 销声柔细 却无悲怆之意 隐隐竟有心情舒畅 无所挂怀的模样 杨过听了一会儿 滴吟相喝 陆无双坐在土堆之后 听着表姐和杨过 笑歌相喝 东方渐县黎明 师父转瞬即致 我的性命 怕是挨不过这个时辰 但怕师父见着锦帕 饶了表姐和他的性命 他人 陆无双本来刁钻尖刻 与表姐相处 成英从小就处处让他三分 但此刻临危 他竟一心一意盼望杨过 平安无恙 心中对他情深一片 暗暗许愿 只要能逃得此难 就算他与表姐结成冤履 自己也是死而无憾 陆无双正自出神 猛抬头 突见土墙外 站着一个身穿黄山的道姑 右手扶尘平举 一进飘风 正是师父李莫愁到了 陆无双心头大振 达箭站起 李莫愁竟站着一动不动 只是侧耳倾听 原来李莫愁听到 萧歌相贺 想起了少年时 与爱吕陆展元 共奏乐曲的情景 一个吹笛 一个吹声 这曲流波 便是当年长相吹奏的 这已是二十年前之事 此刻 音韵依旧 却已是风月无情 人暗唤 耳听得萧歌愁答 取尽愁谋 墨地里伤痛难清 忍不住 纵声大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